财政部长我们来听一点问题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当然是 立法院不是以去干预交易的价格 可是财政部是大股东的代表 那你这个从头到尾你有没有监看这个过程 或者他们有没有跟你讨论这个过程 我跟蔡委员报告 其实这个案子我们很了解 因为这个主要是富华金控 富华金控现在最大股东是元大 那么其实大股东是国民党 再其实是公股是这样三个 那我们席位是富华四国民党三 我们是二席 那么他们在谈的时候 在谈合并的时候 是我们也要求一定要程序要合理 就是富华要找富华自己的财务顾问 元大要找自己的元大财务顾问 两边的意见我们再来看 那当时他们确实提了一些换股比例 而且我们还说你这个换股比例 不能够只有这个 就是只看一方面 要看就是它双方面不同的意见 差异在什么地方 那这个部分都有做完 双边都有做完 那但是呢 因为我的了解是国民党 就是那三席跟元大的四席之间意见不一致 所以变成关股 变成有关键的关键点 那当然我们在昨天 这个我坦白讲 就是张哲生张副主任委员有打电话给我 他有跟我讲说 他们并不是说因为反对 但他们是对于这个有几点 他们有不同意见 他说希望我能够的这个帮他能够 就这几点能够能够听听他们的意见 我说好没问题 我说请你把你的资料资讯传达给我 所以他在昨天下午有把相关的资讯有给我 那我也就交给我们工股小组去讨论 我说在这几点没有厘清之前 明天我们是希望不要去用这个职系来表决 应该要就双方有差异部分 应该要了解清楚 所以我们是顾着程序正义 至于技术上到底是几比几合理 我想我无权在这边来说明 因为我是部长 不应该去介入这种专业性的东西 所以我们是原则是追求程序合理 所以案子处理都是这个方式 不过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要做 我的了解是实际上是他们董事会 可能会有这个提案 但是如果有这个提案 我们会在双方没有 就是至少国民党意见 我们没有完全理解清楚之前 我们不会去表决的 好 谢谢 我们请费委员两分钟 然后再来